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分手了 再下去没有结果 不要误会不是说我和你 是说我和你 真的是一只鸡 因为这段时间吃了太多鸡 我现在很后悔 给什么吃鸡小王子的名字 怎么吃鸡小王子的名字 我现在有点厌 对于吃鸡的东西 但是 就算是硬厌 今天也在圆村找到了一间店 而这间店很厉害 它主打的是清水鸡 我真的不知道它和我以前吃的有什么不同 又是鸡球 位置方面是很尿能的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现在有一件很扭车的城出现了 打车过去 又要走十分钟 踩车过去 十二分钟 我想踩山车 我先走 看咦 是这间公示楼 一片公示楼 好可爱 这间公示楼 出现了一间历元爽ят鸡 真是不知道吃饭 全市兽的冰箱 我们的餐厅开得很寂寞 我们的餐厅开得很寂寞 很寂寞 很寂寞 五年了 这里五年了 这里三年了 以前在三年开的 环境来计这家厅就不一样了 外面的环境不太喜欢 因为有点吵 这家厅会比较低 为什么吃鸡煲就是这样的環境 你想想多档都可以 吃鸡煲才会和味 爽味 爽味 皮和肉都取出 皮和肉都分离 没有很多地方是这样吻 我想问一下 我们网上了解到,你们主打清水火锅吗? 我们这是药杉 也有人说什么都不要,他就要清水 那我们也要这个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也要这个清水 用桶桩水,用桶桩水 这些具文会说好一点的,味道清一点的 不知道它贵还是水贵一点 这是骨头的吗? 是啊,这个全都是肉来的 刚刚倒进去的骨头 是,是骨头 在这边吃饭已经有仪式感 首先是上个清汤的汤底 然后放一些骨头 煮熬一些汤底有点味道 然后再放一块这些肉 正肉 一块一块的正肉 这样放进去 你看 各位,我不是了 这时候我说普通话 我一个怀疑是外地的 吃到这个之后 不是的 起码是师傅 很贵的 拌饭一流 姜味 好,说回主酱 鸡 首先带给我的是 顺此间的快感 第二次是我太快感 正是说回旁边的骨头 但就让它吃到很快感 但是用骨头的一只骨头 可以无所顾忌 但是任意妄为 想吃的话 就是让它开心 都是因为很开心的 同样的 鸡也是 我希望做一会儿 是一片一 Kid 这个就是第一声 很爽,第二次才是鸡肉 鸡皮脆口,鱼皮脆口 这个是第二个爽 鸡肉味当然有 如果不是一个好鸡的话 你就不会吃到鸡肉的清甜味道 这个和姜蓉和姜葱很棒 很爽,真是很爽 好吃 大家好,这家常常吃? 二次 这家是什么? 鸡肉 这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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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试试 接下来是今晚的重口气 这个才是重点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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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vate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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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来书军申城三个站 吃饭多方便 不要忘记书军申城后再做两公里 所以我更推荐 吃鸡狂热分子 因为真正可以吃脱骨的鸡片 我一直在想,还有哪里 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多 更加重要的是脱骨后的鸡肉 口感上真的会给你一种全身的感受 所以如果你是觉得 跳摇大抽,这个所谓的吃鸡屎王子 都很滑 这间鸡肉可能会满足到你 对鸡另外一方面的诉求 最后请记住,我和鸡是不会分手的